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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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小厨 今天来给大家推荐我们本地一道非常有特色的凉拌菜 凉拌牛杂 大家有吃过吗 这道凉拌菜非常的脆爽非常的开胃 想到就有口水 好了话话说我们就开始了 那个牛杂我在保存当中首先来准备下配菜 这个是紫苏 薄荷 红萝卜 黄瓜 大葱 洋葱 小葱 香菜 柠檬 还有大蒜 红萝卜 首先红萝卜切丝 洋葱也切丝 黄瓜切丝 大葱也切丝 小葱 葱白切木 葱叶和香菜切断 小米辣切丝 小米辣切丝 酸姜切丝 大蒜拍散都成蒜油 这个蒜油可以要多一点 这是紫苏叶 这是薄荷叶 卷起来切成丝 柠檬 好了这就是等下所需要的配料 这就是等下我所用到的牛杂 其实说是牛杂 其实还可以根据个人喜欢搭配一些别的 比如这个天梯啊 下面来介绍一下这是牛百叶 这是最好吃的很脆 这是牛肉 这是天梯 这是牛舌头 还有牛肝 这是黄猴 这个也非常脆 我也特别喜欢 还有这是鹅肠 很厚很脆 就这些了 本来还想要牛蛋牛脊髓 还有肥牛的 但是就下次吧 这里提前腌制好了的 就放那个姜葱 米酒 胡椒粉 还有香油 对对对 给它这样子腌一下 还有那个盐 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下一步把这些食材给它焯水 焯熟啊 锅里浇放紧水 对了 再来准备一捧花生米 把它取壳 这样子把它弄一下 腰一摔 好搞定 所以开了 首先把这个盆子烫一下 等下要用到啊 哇 因为是腌制过的 所以给你米酒就得了 给你米酒去腥 来啦 先下牛肉 牛舌牛肝 天梯 这几样比较难熟一点 所以先放他们下去 特别是那个牛肝啊 差不多了 像这个黄猴 蛾肠 紧接着牛百叶也下去了 翻动一下 放下去准备要开了 就可以关火了 可以了 不能再煮了 再煮就过浓了 快火 把浮沫打一下 再把它捞出 放到冰水中 给它冷却啊 这样子是更脆 好 现在完全冷却的 把水倒掉 下面把这些配料 全部倒到盆里 下面开始调味 这甜辣酱给适量啊 OK 老痰酸水适量 大家没有的话 可以放醋啊 OK了 味极薰酱油 适量 酱油适量 清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做好了下面的简单尝试一下 但是在吃之前一定要几点柠檬汁上去 哇哇哇哇哇 OK 首先是这个牛板叶 让大家先尝一尝 这个牛板叶非常的脆口 但是它也卖的非常的贵 现在市面上卖六七十块钱已经非常的贵 到我了 这味道绝了绝了 没什么意味非常的香 那个酸辣度刚刚好非常的开胃 爽 这两个天梯 这里是猪舌头 舌根下面的那块肉 也非常的脆 非常脆 还有更脆的 这是黄豪 哇 非常脆爽 这个鹅肠也是相当脆的 还有这牛舌头也非常给力 非常的有嚼劲 非常弹牙 好 真的过瘾 真的好吃 哇 你也太迅速了吧 牛舌头 牛肉 下去 好了这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能再用大家太多时间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做法 就稍微尝起来 这个味道真的 不会也很失望吧 好了 优优独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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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